路透社爆出重磅猛料 越南高层表态 不敢和美国走得太近 已经拒绝了美国外交升级的要求 多年来 白宫一直将越南视作东南亚地区 遏制中国的后备队 对越南倾注了不少资源 美国政府还提出计划 要在年内将两国关系 由全面伙伴提升为战略伙伴 对越南的重视不言自明 然而 越南的态度这一次却出其果断 让美国人碰了一鼻子灰 有人猜测 越南立场的转变 或与刚刚上任的国家主席武文赏关系密切 那么 武文赏到底是何许人也 他当选为越南国家主席 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美国的步步紧逼之下 中越关系何去何从呢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2023年3月2日 在越南全国代表大会上 武文赏得到了全部488张选票中的487票 顺利当选为越南国家主席 一时间 越南国内出现了颇为剧烈的反应 要知道 越共总书记软富仲 现年77岁 国家总理范明正 现年64岁 前任国家主席 软春福更是年近茂蝶的老人 反观武文赏 1970年出生的他 今年虽然已经53岁 但在越南政坛还是妥妥的新生代 武文赏生于越南永龙省芒铁县安福乡 18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胡志明综合大学 在校期间 他便担任学校团委副书记 越南大学生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并于1993年加入越南共产党 毕业后 武文赏从基层做起 此后十余年间 他的工作表现极为出色 一路做到了胡志明市市委委员 2006年4月 武文赏又被调入越南中央 任越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后部委员 由于受到越南政坛 长青树软富重的赏识 武文赏开始从广义省省委书记 到胡志明市市委常务副书记 再到越共最年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 武文赏逐渐在越南高层扎稳脚跟 2016年 武文赏更是兼任中央宣交部部长 主抓思想宣传方面的工作 在越共中央反腐委员会 同样有他的一席之地 可以说 武文赏的履历几乎无可挑剔 因此 2023年1月份软春服 因涉及贪腐案被迫辞职后 武文赏在越共内部收获一致认可 顺利顶上国家主席之位 不过 在民间 武文赏还是颇有争议 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点 第一点 自然是亲中的政治立场 数十年的工作生涯里 武文赏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便要前来中国访问 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 释放民间经济活力的先进政策 武文赏就像一块海绵 将中国的政治智慧带回越南国内 大幅促进了越南的经济发展 然而 这也招致了诸多非议 尤其是越南的亲美派 更是借此大作文章 第二点 则是对武文赏出生地的争论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武文赏生于永龙省 但也有传言称 他的父母都是海洋省人 由此引发了许多争论 大家或许会好奇 越南民众为何对出生地如此执着 要想了解这些 我们不妨从越南的南北派分歧开始说起 在越南政坛上 南方派和北方派向来是针锋相对 从不妥协 南方派主张全面向西方看齐 经济上自由化 政治上民主化 显而易见 南方派是美国在越南境内扶植的政治势力 所以在对外政策上 南方派极度亲美 而因贪腐下台的前国家主席阮春福 便是南方派的代表人物 北方派的执政理念截然不同 作为越共的中流砥柱 他们致力于维持国家稳定 加强工业建设 改善贫富差距 对美国在越南的疯狂掠夺 北方派完全无法容忍 所以北方派对中国的态度则相当友好 越南两派对立的局面 有着十分复杂的成因 首先是地理因素 越南国土狭长 地跨南北 纬度差异极大 南北部的地形 其后 风俗乃至饮食 都有着诸多不同之处 出现不同的政治倾向 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是经济因素 南方的湄公河三角洲 是越南的经济重镇 整个南方吸引了接近三分之二的人口 贡献了超过70%的GDP 与此相对的 北方则是越南的政治中心 不仅控制着军队 还培养了大量的越共领导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就是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 上世纪60年代 美国挑起了越南战争 在美国的支持下 南越政府和北越民主共和国 针尖对脉盲 一直达到1975年 以美军的全面溃败告终 南北越这才宣告统一 然而 统一以后 南越的势力并未完全消灭 尤其是1986年 越南效仿我国开始革新开放以来 南越的财予势力 在经济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戏份 正因如此 虽然南越已成往事 但越南的政局 却逐渐演化成南方派和北方派 北方派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大本营 南方派则普遍信奉资本主义 为了在两派之间达成合作 越南还搞出了独有的 被称作四驾马车的政治制度 其中 越共总书记由北方派担任 国家总理由南方派把持 国家主席和国会主席 则来自相对独立的中部地区 四个岗位互相制衡 共同引领越南所谓的前进方向 说了这么多 大家应该也都明白了为何越南人对国家领导人的 籍贯如此在意 而武文赏又是一个特例 他的出生地永龙省地处南方 而父母却来自北方的海洋省 自然被推向了南北对立的风口浪尖 那么武文赏到底属于南方派还是北方派呢 从对待中国的态度上来看 武文赏是一名时打尸的北方派人士 三月中旬 武文赏出任国家主席不久 便联合越共总书记阮副仲向中国展现了诚意 称越南十分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关系 并且会将中国放在越南对外政策的优先地位 可见 武文赏贯彻了对中国的友好态度 还有意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 考虑到中越之间的历史渊源 武文赏有这样的战略眼光是十分可贵的 新中国建立后 中越之间一共爆发了四场战争 第一次是在1974年 南越军队不顾我国的严正警告 入侵西沙群岛 引起了我国的反击作战 西沙海战 最终解放军凭借着卓越的指挥和精妙的配合 击沉了越南的主力舰艇 收复了西沙三岛 这一仗是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海军史上首次对外战争的完胜 而经此一役 西沙四十年再无战断 第二次则是著名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1979年 在越南频繁挑衅我国边境 大肆入侵柬埔寨的大背景下 邓小平做出了反击作战的重要指示 短短半个月时间 我国军队便深入越南境内四十公里 由于我国当时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 所以便开始撤军 对于保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以及东南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都有重要的意义 剩下的两场战争都爆发于八十年代 分别是老山之战和赤瓜礁海战 这两场战争中 解放军累计坚敌近两千人 且收复了大片领土 从此 越南不敢放肆 哪怕在美国的授意下 越南海军不得不惹是生非 但也相当谨慎 绝不敢和解放军有任何正面交锋 不难看出 中越两国历史上的纠葛颇多 所以才让美国有机可乘 在越南民间进行多次煽动 不过 随着阮夫仲担任越共总书记以来 中越关系已经有所缓和 开始朝着深化合作的方向发展 而武文赏的表态更是意味着 越南已经全面向中国靠拢 拒绝美国的外交升级便是最好的证据 越南经济能否取代中国 然而 外交毕竟是国家利益的博弈 作为越南的领导人 武文赏对中国频频示好 可能只是一种平衡策略 有人担心 随着越南的经济飞速增长 中越关系将面临新的挑战 在疫情三年里 越南的经济表现的确不俗 据统计 2022年越南 GDP首次突破 4000亿美元 增速则达到了惊人的8.02% 为近十年来最大的增幅 要知道 这可是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 交出的答卷 同期的西方国家普遍停滞 甚至倒退 越南能获得如此高的经济增长 实在难能可贵 不仅如此 世界银行还预测 越南在2023年的GDP涨幅 将维持在6.5%以上 从越南国内目前的状况来看 要达到这一目标几乎没有压力 越南的经济奇迹得益于很多方面 比如出口强劲 内需增长 以及外商投资增加等等 当前 全球资本都对越南青睐有加 这一奇迹应该还能持续下去 但也有好事者提出 越南的发展势头如此强劲 是否可以取代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地位呢 西方一些国家也对这一说法推波助澜 将一些大型跨国企业的生产线转移至越南 想要以此作为打压中国的筹码 然而 这种想法未免有些天真 首先 中国和越南的体量差距过大 越南领土面积为33万平方公里 仅为中国的30之一 而人口不到1亿 还不到我国某些省份的人口数量 日本的领土面积比越南更大 人口也更多 而且工业水平 科技实力都远在越南之上 中国早在前几年便超越了日本 越南哪来的底气取代中国呢 更何况 越南的经济结构和中国截然不同 5G 人工智能 航天航空等前沿领域 是中国如今重点发展的方向 而越南的经济主要依靠人力集中型产业 可以说 越南现在的发展路径 是对本世纪中国的一种复刻 这20多年的鸿沟 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抹平的 因此 担心越南的经济威胁到中国 从而导致两国关系受损 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事实上 如今对两国的考验 主要集中于地缘政治方面 正如我们开头所提到的 美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动 与越南的关系升级 毕竟美国此前部署的亚太战略 已经相继宣告失败 在南海地区 影响力更是被中国赶超 不过 对美国伸出的橄榄枝 越南好像并不买账 其实背后的原因恐怕也很简单 美国和越南相隔万里 而中国却是搬不走的邻居 在越南当局看来 中国对越南的重要性 无疑高过美国 另外 中美同为世界级的大国 但对外政策 却是南辕北辙的 中国讲究合作共赢 绝不插手他国内政 而美国却时刻想要施展霸权 在海外搅局乃是家常便饭 就拿东盟来说 美国虽然也口口声声支持东盟 但总想着主导东盟的意识进程 并从中奋以悲耕 而中国却一直尊重各成员国 在宗教历史等方面的差异 强调求同存异 保持东盟的独立性 作为东盟成员国 越南自然十分清楚这一点 因此 越南对中国的信任也与日俱增 在南海问题上 双方达成一致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最大化发挥南海交通枢纽的优势 另外 越南正处于经济腾飞的关键节点 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自然不想被扯进大国博弈的漩涡 中国对越南的尊重 无疑赢得了以武文赏为代表的北方派的青睐 还有一点必须得提到的是 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 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中亚 非洲与中国合作的国家都获以匪浅 不仅完成了大规模的基建 也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 想必武文赏也明白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对小国的态度也更加友好 比起一个称霸数十年 在全球各地挑起战火的美国 与中国交好 何乐而不为呢 更何况 中国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取代了美国 成为越南对外贸易第一大国 两国都处于发展期 继续深化合作 一定是互会共赢的 其实 如今越南所处的局势并不乐观 经济一旦放缓 种种社会问题将随时涌现 如果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则很有可能会面临来自西方的种种刁难 作为小国 如何在大国的夹缝中 艰难求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是出卖国家利益 干当美国的马前卒 还是维持国内稳定 与亚洲的邻国携手共进 武文赏上台后 将中国摆在越南对外战略的首位 或许正是针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